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洋葱是我们经常吃的一道蔬菜 平日里面经常会凉拌洋葱,或者是辣椒炒洋葱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洋葱的养生吃法 洋葱搭配它,经常吃,血管干净,血液通畅 让您一辈子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而且可以将血压,将血脂,促进消化 养生保育的效果特别的强大 洋葱经常会吃吧 洋葱比较辣,特别是切的时候内容绵面 尤其是切洋葱的时候内容满面的 一个洋葱没有切完,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切洋葱的技巧 我们先把洋葱放到水里面泡一泡 大约泡五分钟 泡过之后,可以去除洋葱的辣味 现在切的时候不会拉眼睛 今年来发现,洋葱是一味特别保健的蔬菜 每天吃洋葱,能够促进消化 而且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 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 洋葱和大蒜,这些蔬菜是一样的 含有特别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如果我们吃的洋葱比较多 得胃癌的几率也会越来越低大 洋葱的辛辣味道是比较刺比达 我们吃的时候,可以用盐杀一下 去除辣味 这样吃的时候不那么的辣,特别的好吃 平日里面,我们家每天都要吃洋葱的 无论是两瓣洋葱,或者是洋葱炒鸡蛋 都吃一些洋葱,推薦的好处很多 洋葱是一种唯一含有前列素A的蔬菜 所以它的营养价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老年朋友们 我们可以吃洋葱,清淡又爽口 一点都不油腻,特别的好吃 我们再准备生姜 生姜表边有辣脂 残用的细菌,农药 我们写的时候,加入一勺碎银洗一洗 能够去除辣脂 这样洗过后的生姜我们使用着比较放心 姜皮不要去除 生姜皮是凉性的,而果肉是热性的 两者一起吃,可以综合口感 生姜我们要选择紫姜,就是嫩姜 这样的姜辣素比较少,吃来不是很辣 在口感上会更好的 生姜作为一种调味品,具有很高的样物价值 吃生姜,可以结表散寒,趋寒又暖胃 平日里面吃生姜,能够促进食欲 增强消化功能 生姜中的姜辣素,姜酮心等活性成分 能够促进身体的代谢,有利于减肥瘦身 特别是冬天,天气比较寒冷 手脚经常冰冰冷冷的,浑身没有热火 早上起床,我们喝一杯生姜红糖水 能够帮助我们,趋寒,暖胃 老话说,冬吃萝卜下吃姜 夏天吃生姜,可以把冬天里面的 寒气湿度排出体外 这样是身体特别的轻盈,身体健康 生姜每次食用的时候不要太多啦 大约食用二三十克 生姜在我们日常熟患中经常会用到的 我们炖肉会放入寒度的生姜 因为生姜能够去味增鲜的 加一点生姜炖出来的肉,特别的鲜美又好吃 接下来,炉磨一个罐子 罐子需要无水无油 放到蒸屉上面,大约蒸十分钟 能够简单的杀菌消毒 可以很好的保存生姜,保存大蒜 保存其他的食物 我们把切好的生姜,洋葱倒入罐子里面 再加入醋 我们没过食材,醋用米醋或者是陈醋都可以 盖上盖子,大约腌十分钟就可以直接吃啦 醋是一种食醋 橙醋含水量比较少 色浓,味香 醋在烹饪中为主要的调味品 以酸味为主 有芳香味,能够去腥解腻 增加鲜味的香味 不但是调味加品 更有预防肥胖 养颜护肤,鲨鱼的功效 乘醋可以使人体内过多的脂肪转化为体能消耗 并使人体糖和蛋白质代谢 会有一定的减肥作用 醋醋中丰富的有基酸 对人体皮肤有如何的刺激作用 可以使血小管扩张 增强皮肤血循环 使皮肤光润 醋能够杀伤肠道中的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极力的作用 醋有增强肝脏的肌囊 促进新神代谢 有营养的作用 可以降低糖尿病 所以我们吃醋 具有很高的营养加值的 这样泡好的生姜醋 到底有什么好处 醋泡生姜 有助于消化 因为生姜和醋 都是可以促进消化的食物 加上醋酸 可以促进消化酶的分泌 有很好的促进消化的作用 可以清除血管的垃圾 疏通血管 里面含有的氨基酸 醋酸 可以软化血管 预防肚脉中央硬化 对心脑血管疾病 有特别好的预防作用 生姜洋葱 还能够降血脂 降血压 能够降低血糖 生姜和洋葱 本身有降低血压 降低血脂的功效 醋泡过之后 功效会更加的明显 而且还可以干净皮肤 延缓衰老 达到很好的美容养颜的效果 每次吃的食物不要太多了 每天吃一小碗 大约两勺 经常吃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 血管通了 皮肤干净了 身体越来越健康 特别的营养丰富 做法又简单 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吃 可以使身体强壮有力气 血管通畅 血管不堵 身体轻盈 健康 吃得好 睡得香 身体棒 老了老了 推脚好 爬山 散步 跳广场舞都不是问题 只有身体强壮 身体好 它能够度过幸福的万年 这样做好的生姜 洋葱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经常使用 能够很好的滋养我们的身体 使身体健康 营养又丰富 口感好 当做下酒菜 下饭菜都不错的 好 家人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